落大的教室内 阿牧与小弟正讨论着论文的题目 虽然教室内开着空调 但阿牧的心却如火炉般地烧着 灼热的心情一直难以消退 而此时在一旁的小弟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这两位都碰到同样的问题 论文题目还没决定 正当阿牧 小弟心中忐忑不安地讨论着 小文刚好走了进来 阿牧 小弟你们两位怎么了 在讨论什么大事 看起来都一脸沉重的表情 唉 小文 你看不出来我们正在烦恼着论文题目的事呢 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还没确定研究题目 对啊 我也在伤着脑筋 也不晓得要如何决定论文的题目 倒是小文你看起来一脸轻松的神情 难道是你一切都很顺利咯 这倒是被你们两位猜对了 我跟你们两位报告 我刚好在上个星期跟指导老师meeting时把论文题目决定了 并且排了论文进行的预定进度 哇 太好了 您是如何决定论文题目的 快说来分享一下 我们也可以开始准备 好的 因为我写的是一般论文 所以老师说可以从研究的问题 也就是研究背景开始着手 简单的说研究的题目就是想解决的问号 而这个解决的参考性答案可以透过研究的过程来发现 这太好了 那要如何开始寻找那个问号 没有研究题目的日子可不好过啊 老师建议一般论文的题目可以是验证性的研究 例如验证已有的模型是否正确 解释那个问号 或是探索性的研究 例如提出一个概念性的模型以供后续的验证 提出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问号 这听起来还是有点模糊 像我自己是创业的人 一天到晚大都是忙着事业的事 跟公司经营相关的问号倒是一大堆 嗯 我也是不太清楚什么是研究背景 例如我最熟的是我从事的产业 快年底了 而且我现在正在担心明年的业绩要如何达成呢 太好了 听两位这么一说 论文的题目就似乎出来了 像阿牧就可以考虑探讨创业家精神 或验证商业模式的关键因素着手 而小弟可以思考以竞争策略 内外环境或资源能力等理论配合研究方法来分析 并找出可参考性的结果 这样也可以把学术的训练 用在实物的思维似乎也不错 听起来好棒 好像有方向了 快快 再告诉我们还有什么绝招 有哦 最重要的是赶快请教您们的指导老师决定研究方向 而且要从阅读参考文献做起 我现在跟您们说如何利用关键字来搜集相关文献 让我们一起来开启学术殿堂的大门吧